各位晚安啦 有些朋友说 这个玩具枪P229 或者是226 它上面有这么多按钮 那到底要怎么使用 那原理又怎么样 为什么设计的这么复杂 那基于这种科学研究的话 我们来跟各位来做解说 那久之前必须声明 这把枪是一个玩具枪 它不是真的枪 那本影片也没有打算 要叫各位改枪 或者是使用枪械去做 犯罪的事情 所使用的这个是 装饰弹 没有敌火 里面是空心的 拆开来就像这个一样 空心的只是为了便于稍后要讲解 这个它的原理所用 这无法提发 而这个弹架是承载子弹用的 但是它也不是在 这种9mm的 使用的 使用它无法 它是吃这种 0.6公分的 塑胶原型BB蛋 装载在这里面 到上面这样子而已 好 事先说明 本影片也不会教各位任何改装 所以请各位 务必不要误会 在P29 P26是SIGSOWER 原厂枪的一个非常棒的设计 那这把现在所示范的枪是由台湾所做的 KJW的P29 玩具枪 无法做任何改装 首先 在这么多按钮之下 我们必须说明它是一个非常好 来示范说 单动双动原理的一把 教科书 首先什么叫单动 就是说 当板击扣下去的时候 这个击锤 它会往后 这是叫双动 会往后再往前 有两个动作 Double action 各位看一下 我们往下扣 往后 再往前 才会去击发里面的 的一些系统 这叫双动 那它也可以单动 我们示范一下 必须用到弹架 当这把枪呈现这个状态之下 击锤已经在后方 而板击 它稍后一样的往这边扣下去的时候 击锤只需要做一个动作 这叫单动 一样的可以去击发内部机构 给各位看一下 因为没有子弹 所以稍后 它状态会不太 对 好 没有子弹 所以扣在后面 击发之后 在后续的也都是单动的 好 我们把它复位 复成最原始的状态 P226 P229 被特勤部队所使用 他们非常喜欢它这个 这样的一个安全设计 也就是说 当如果你要击发第一发的时候 它是处于这样的状态 击锤在最原始状态的时候 它必须要用力扣 继续扣 一直扣 才可能在击发 等于是这个手指是一个保险的装置 你不太可能会因为衣服扣到之后 它一直往后压 而去击发到 好 是它的一个安全装置 但是它在发生与对方做争执的时候 枪战等等的话 我们再回到最原始状态 例如说 特种部队 他们会希望说 我们在遇到敌方时候 可以马上有很快的反应 就是扳机直接是单动状态 也就是我只要一扣 击锤 一个动作就个击发的 这样反应比较快 但是它也希望说 如果我们是在服夜袭的时候 不要任意的开枪 可能引起更大的一个 围剿等等 所以它必须要 有这样一个特别的想法 就是说有没有那个可能是 我不需要 我们再回到原始状态 我不需要让板机扣这么大 这么大力 增加了反应时间 但是还能够拥有原来的单动 轻扣马上击发 的这样优点 这是一个感觉很矛盾的事情 因此我们必须要从 整个枪的子弹的路径 让各位了解到 要怎样击发 可以兼具安全 以及兼具速度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弹夹 弹夹的话 它就是从下面这样接下去 那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我们假设在顶端 是有一颗子弹的 好 那我们再进去 子弹的路径是不是在这边 这样上去在这边 它还没有到 撞针的激发位置 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 您如果直接扣 双动的扳机的时候 它是没有作用的 因为子弹还是一直在下方 你这边怎么样撞 都是 急锤撞急针 里面都是没有子弹 它必须要 拉 才能够上去 我们从另外一面来看 再一遍 回到最原始状态 我们现在在原始状态 回来 但侠上去之后 子弹在这边 它必须要 拉这个叫滑套 它才有机会到这边来 而滑套再放回去之后 它才有机会到这边来 到这地方 就是准备要急发的位置 好 这是整个子弹路径 然后经过急锤 撞击急针 撞击敌火 第一个就是 子弹那个小 容易点火的火药 里面小火药 在点燃子弹里面的大火药 而里面因为化学能 膨胀气体 而把 弹头 弹头 因为里面气体膨胀 而急发出去 变成这样子 好 变成这样子 变成弹壳 而在下个动作之后 弹壳就被 拋壳钩跟弹壳钩给弹出来 就这样原理 因此 我们回到特种部队的需求 我们再回到最新式状态 他希望说 上了弹壳之后 一定是要拉 滑套才能够让子弹进去 所以一定要拉 好 那我们在完整的状态之下 他会回来 就进来 上来 一拉 然后一回来 就到这边来 到这边来 但是这个状态之下 是非常容易 不小心压下去 就扣发了 因此他们希望有一个装置 叫做Decocker 释放脊椎 从这地方 这弧度 它可以让这个脊椎 回到这个位置上 而这个扳机 也会回到最原始状态之下 我们操作给各位看 在这地方 往下一个弧度 其他部分不用压任何动作 好 放开 这时候有什么差别 就是脊椎 跟 扳机 都在原始的双动状态 也就是最 要需要最大的动作 就是说你不太可能 因为衣服扣到就不脊发 你需要最大的动作 而且 脊椎也必须往后再往前 这样的一个情况 可以兼具 不会那么快的击发 但是里面子弹已经上膛了 所以只要它完成这个动作 往后往前动作 它就真的可以扣下去 击发第一颗子弹 这个就是它的设计 而 与敌人交战之后 这第一发子弹 便已经出去了 剩蛋壳 有什么 弹壳在抛掉之后 它后续的动作 全部都是单动的状态 都是行程比较短 而且后面已经standby好的击锤 随时可以再射击 那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子弹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滑套的 释放钮给先按住 这个地方 因为只要没子弹 你打一发 它就一定会卡在后面 我们为了便于讲解 我们把它压住 您看一下 第二发 第三发 都是会在单动状态 压住 现在是第二发 要发射 好 一样 第三发要发射 是不是一样 在后面 后面叫单动 因为它只有往前 这个击发 这个就是这把枪 非常值得 当做教科书的原因 那他们击发之后 例如说 击发第五发第六发 状态减除之后 要继续 去 要去 要去 做秘密任务的时候 他一样的 可以用迪卡克 把击垂再放回来 而不会去击发到击针 等到 再次与 等到一个旅程之后 可能再次到迪营 的时候 必须要在扣发的时候 才 再一样的 再做双动动作 好 所以这把枪杂设计上 有非常多的考量 因此被 海豹部队也有使用过 特种部队也使用过 在历史上定位非常的 不错 这样子 好 那这是它的原理 那另外我们再来说明一下 这个按钮就是 其他按钮的功能 就是释放 释放 拆解 上枪身就是滑套 而这个就是 释放滑套 就是说 我们再释放一下 这个 当没有子弹的时候 有子弹的时候 它会反复的动作 没子弹的时候它一定会扣在后方 变于 我们在下 把这个空的弹侠拿掉之后 再上新的弹侠的时候 里面子弹 直接到这边 就可以一个动作 就把 子弹送到这边过来 好 所以这是 但 这是滑套释放钮 然后 迪卡克 脊锤释放钮 然后 弹侠释放钮 板击 这个是 滑套的拆解钮 便于保养时候所使用 我们把它拆解的时候 必须要 先把弹侠给释放 这是 任何的玩具枪 真枪都必须做的动作 好 我们把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缺口对着它 它这个小角度会有个 刚好这回旋空间扣住之后 你就可以把上枪身给拆解 来做润滑 清洁 保养 好 这是玩具枪 所以它有活塞 这是活塞 这个小部分 好 我们要钻尾的时候 依照它的轨道设计 这也是轨道 插入的地方 检查一下你的附近黄 这个地方的凸点 是否在正中央 不要偏左偏右 不然无法进去 好 一样的 对准这个缺口 检查几下 好 因为拉动你的板击 所以脊椎在后方 释放掉 打掉 好 以上我们花了15分钟时间 来介绍这把枪 P-229或P-226系列的 不管在真枪 玩具枪 它都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设计 好 希望各位能够体会这样子 前任的一些想法 还有历史上定位 以上 晚安 拜拜